董事长 贵买指数已经连6天创下新高了 你的股票也都喷出去了 像是莱杰今天盘中大涨了9% 光杰也创下10个月的股价新高 还有德韦跟申达科 今天都大涨了6% 董事长 我们今天本周有机会上万六吗 当然有机会 就是本周上万六 好神奇哦 国安基金退涨 台股天天上涨 大家最紧张的事情 反而变个利空出镜的 而且我还要跟你讲一件事 航运股真的要出运了 为什么呢 还有连发哥看起来好像外资看坏他 可是我却非常看好他 还有非常多的独家标股 我告诉你台股上官六以后 为什么会喷出去 今天的独家解析 通通在荣耀华尔街 大家好我是一会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4月17号台股上涨34点 收在15963点 上周五美国联准会理事主席 理事他发出了鹰派升息讯号 那么另外呢 三月的零售销售数字也显示着消费力道正在紧缩 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息指数的调查 也显示了一年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来到了4.6% 这都高于市场预期 也导致美股四大指数收黑 台股今天本来也要复制美股的走势 结果最后拉尾盘销涨34点 贵买指数已经连6天创下新高了 后续盘是怎么看呢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宣布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好你说你说 今天贵买指数连6天创下新高了 是 连6天创下新高 是 而且尾盘还给你来个杀手剪 对空军来说的话是杀手剪 对 没有错吧 那个当天中世前当家祖国 杀手剪 杀手剪吗不是剪吗 我以为我讲对好不好 好杀手剪 那就是照一般人讲的吧 来个杀手剪 尾盘拉起来 哇塞 展这四十几点 观台积电尾盘怎么样 展了5块钱 然后贡献台股41点 哇 这个就要创新高的节奏 你感觉不出来吗 你感觉不出来吗 来你继续说 是 今天台股拉尾盘 不知道你的股票也拉得很厉害 像是莱杰今天盘中大涨了超过9% 这个来一个来一个就要来了 就要来了 对啊 来一个来一个就要来 你是厄子喔 超有厄子喔 不是啦 这个来一个来一个 是说要再突破前高很有机会喔 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好不好 这些股票来结什么都来嘛 这个来结也来结来结 然后酸结棍 因为关节也很强啊 你继续说来 关节其实刚刚头长提到了 今天盘中也大涨了3% 然后呢 股价也创下近10个月的新高咯 还有申达科 今天也算是搭上了 马斯克SpaceX的新建 哇股价大喷 盘中涨了6% 还有这个德韦 今天盘中也大涨6.5% 真的很厉害喔 还有货柜三雄 投资长您说过这个运价涨 航运股怎么会跌呢 果然今天表现都很不错 长荣的股价还来到了半年多的新高了 投资长我想问的是说 像是美国3月份的通膨下滑 这对台股来说是好事嘛 那为什么台股会这样涨呢 那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正在背后 因为就好事才持续涨 就好事才持续涨 是 就是好事才持续涨 这是重点的 我们逻辑要搞清楚 台股还会持续的上涨 通膨是那个持续下滑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或者是那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roducer PPI 那个PPI CPI跟PPI 这几个都在下滑 是 所以你要搞清楚今天事情喔 台股在创新高代表 通膨数据的确影响着 有好多人跟你讲不重要 那我只能跟你讲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代表他完全不认真看美股 为什么这样讲 虽然今天台股是上涨的 可是开盘的时候他是很弱的 台股台子期 周末夜盘 是跌25点 是 是不是跌25点 我们来看一下 周末夜盘是跌25点 为什么 台子期为什么跌25点 因为道琼指数 10分钟内跌200点 那这时候 我教大家独家教学 我不要只教大家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你去重新栏路买书局 有100本技术分析的书 我不跟你夸张 好不好 我要教大家就是 你去学一下为什么会觉得哲哲 逻辑特别好 可以去抓出每一个因果 因为你去喊多跟喊空 你会发现 这喊多分析师有道理 这喊空分析师有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是他跌下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记起来 跌下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道琼指数 在10分钟内跌200点 为什么 因为他公布4月的一年起通膜数据 晚上10点的时候 他预期啊 连增 4.3.7% 可是公布值啊 4.6% 他是4月14号等于礼拜 礼拜 礼拜晚上10点 对 公布又跌200点 代表是 这个数据影响的对不对 所以市场是因为通膨 预期通膨又增加了 哇 一年后如果通膨又4.6% 不是很恐怖吗 哇 等于现在CPI通膨5% 过了一年只什么 就 只跌0.4% 根本就很顽固嘛 顽固 可是这个是密西根大学 它是什么 对消费者的预期 嗯 他做统计资料 所以他会影响 可是影响不大 就像 如果我现在跟你统计 消费者信心 应该说 投资股民的信心 是台湾股市明天就上万六 明天就是 然后一个月内就上万七 我告诉你台湾股市反而崩跌 也说消费者或者是散户的想法 是要反得做 可是不论怎么样 他公布这个数据以后 他就下滑了 你懂吗 懂 你知道吗 他的公布 因为还是他 因为是消费者在消费 你懂不懂 是 所以这个数据 通膨的数据有没有影响 美国股市 的确有 所以我可以举100个例子 就像 做CPI公布可以直上直下 所以如果有任何财经节目跟你讲 CPI不重要 我觉得在侮辱华尔街分析师的专业 也在侮辱我们 也在侮辱你们 你听懂吗 你要找最专业分析师 你看财经YouTube每个都讲得很厉害 可是谁能像哲哲台湾50 重赔几百万 这实实话 你去搜寻一下郭哲隆0050 我可以每天搜寻给你看他 是不是没有错吧 对不对 来 郭哲隆你自己看 郭哲隆 我一直跟他讲 这个实战派 我跟你讲到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到时候上万六了 对不对 你看郭哲隆0050 都搜寻到对不对 有没有听到 郭哲隆0050 来 随便搜寻个新闻 本来是 我砸六千万 本来买台湾50 亏六百万 然后如今逆转 赚四百万 那这个是11月16号的时候 现在已经 九百万 差不多八九百万 快一千万 是 我到一千万以上 我就会找个点位出掉 可是我不会那么现实 一千万就马上出掉 我先跟大家讲 国安基金 有预告在前面 我比国安基金更预告在前面 我就要走掉 我都很老实 好不好 真的跟大家讲 所以 你要去懂这个逻辑 你要懂这个逻辑 为什么我懂这些逻辑 除了添步以外 我比谁努力 你看 凌晨1.36倍 我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因为我去看财报 我看什么财报 我看到 因为最近不是公开资金观资站 你们都可以查那些 那些善事贵公司的财报 因为 等于去年的年报出来了 投顾届我们也是第一 而且很恐怖的是 我们是好几年第一 而且更恐怖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嗯 我们营收 我们营收不只赢人家一两亿而已 哇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靠的是整个团队 不论是分析团队 为什么 画面给我 不论是分析团队 或者什么 或者是研究团队 嗯 像我 我给我研究助理 我特助 差不多一千万年薪 嗯 还有人不相信 我都讲好多次了 对不对 对 那个单试者也在啊 你也知道 有先生说法过 他有先生说法嘛 对不对 很多人不敢相信 对 很多人不敢相信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给他比外资薪水还多 那还有网友说 啊哲哲 啊那个 还有人嗆我 他说啊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公司有些人会离开 每个人离开相反不同 而且我不是给每个人都是一千万年薪 你要讲清楚啊 嗯 我该给的我就值得给 我就很敢给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可是我们给特助 差不多一千万年薪 七万年薪 绝对有 有 我说我还 那个有网友呛我我还说 那没关系啊 我说我就是这么敢给 因为我为了要找出标股来 我这么敢给 我说不然我赌一千万啊 如果我秀出来他的薪资表 薪资这个OK啊 我可以那你去国税去查嘛 嗯 你给我一千万 这样好不好 没有我给你一千万 好不好 可是我觉得我要欺负他 因为这种会呛我的人都是 学生啊 或者干出社会 他不知道外面还是有不错的 不错的 不错的人啊 不错的善事不错的老板啊 是 你知道吗 算比较少一点点 我说我不要欺负你 给你 我们赌十万就好 还是不敢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你要超多想象 就像股票展平板一样 摩尔喔 我只靠我一个人 所以我们营收第一名 扣掉我的营收欸 还是个毛 扣掉任何一位分析师营收 还是业界第一 这一群人很努力啊 我公司有时候常常十二点 我是十二点 十二点不是中午十二点 是晚上十二点 公司还有好几个人在 没有人比我摸的多酷 我还拼命 我先跟大家讲 这是凌晨一点多 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逻辑 那当然刚才玩友也有回答了 拜託投资票 我们把它动起来 好不好 折折的领带颜色很漂亮 好抢眼不错 厉清谢谢你喔 好不好 来来 来帮你回忆一下 来 哎呀马上有没有看到 完全不用请他 是完全 好不好 折折希望折的股票 礼拜三之前带我表现干嘛 礼拜三要走掉了是不是 Tina 来齁 今天员工旅游要去看机关了 你们的员工旅游是我们的员工旅游 我们的员工旅游 有可能 有可能会去日本啊 好不好 对啊 莫就是诉讼福利啊 好不好 好 哲哲 您好 我也叫四瑶 对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助理特助叫四瑶 你这么厉害 我在节目上有讲过是不是 都头顾街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都八卦都知道 一位剪头发很好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啊有人说台股三万六 有有人刚才也有人呛一下 台股三万六没差多少点怎么样 你错了 这个技术分析最简单一个技术分析 如果他盘整越久 我一直说如果他喷出去的力道越恐怖 你听懂吗 我不能说一定 可是技力上来讲是这样子 所以万六是一个心理关卡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久攻不下 大家会觉得不行了 你懂不懂 如果现在攻下去 就好像攻下一个城堡 其实你就不会紧张 懂不懂 这个相形整理区间 换句话说相形整理区间 从农历过完年以后跳空大展 对不对 这个根本就是在一个一万五千点到一万 就一万五千点这边上下 一万五千点这边上下 你等到突破一万六它还有另外一个区间 它这个区间可能上去很快 你听懂吗 很快很快 你懂吗 你懂不懂 它可能为什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 我不讲过吗 来 韩国股市 来来 他这边是不是区间整理平台数够久 来 这个 对好久 那你看啊 突破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不就典型吗 所以我有在教大家技术分析 虽然我每次说技术分析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它是最基本的 它是最基本 你要懂我逻辑你知道吗 它们最基本 你要认同我的想法 你要参加我行列 这才有意思 好不好 这才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认同我行列 嘖嘖真的 你的展停板是真的 嘖嘖真的 没有人比你还认真 嘖嘖真的 我去过你演讲 一传就两千人 跟别老师差好多 这都死在了 我赖粉智能数如果不是最多 我直接退出股市 我讲分析师界里面 跟你一千万也没关系 Taggle也是分析师里面人最多的 你要选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金钱 你要选选最好投股 摩托股 你要选选最好分析师 如果你觉得我是最好分析师 但摩托股以下分析师 也非常优秀 因为我就像讲的 不是只靠我一个人而已 你懂吗 其实我们还是赢别的 不论是第二名第三名投股 还是赢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个人都很拼命 我一直跟他讲 我每个人拼命 我的个性都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有钱大家一起赚 所以有很多人愿意跟我合作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来 来啦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台湾股市 图乎万六 他会比你想中还来的 可能又急又快 就是这礼拜 甚至我本来讲四月 后来我讲三礼拜 这礼拜没有 可是你以前的事 上礼拜CPI公布的时候 很多人说不准 最后呢 再公布个PPI 就这样子 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 再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都下滑了马上涨上去 对 就会粉碎很多人说不重要 或者他根本就不想要解通膨 可是他是最重要的 是 但有很多人说 军工股可以怎么样 军工股他量比较少 你不要看他现在有量 那我的股票我喜欢油价有量 军工股他一定有阻力在里面 可是不代表你买的老师 就有军工股 他是跟主力配合的 只是基本上有主力色彩股票 我不一定会碰 我不是我不会碰 我说错了我不会碰 我不会碰 我跟你讲一件事 因为有些钱我就想少赚 因为他下去会很快 有时候下去会很快 有时候下去会很快 但是他要不要炒而已 好不好 我的前提是 军工股里面他有主力色彩 可是不代表你认识的老师 他一定可以主力配合 他介绍军工股 所以我们要攻击任何老师 只是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他有点主力色彩 如果主力色彩过宋的话 我说老实话 我就不会那么想碰 这就是我的风格 如果你认同我 你加重商商店 如果你就觉得 我每天都有展厅 我想要军工股 你可以找别人 因为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我摩尔 上个月说最好的 反而都是什么 反而都是讲电子股的老师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像我讲的 散户还没题材认同 是 这少部分认同 就我讲我想赚比较稳的 就有些人 因为台湾50 反而想参加我行列 都有啊 每个人想法都不同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要讲一个 比较有价有量的股票 阳明 阳明是喷出去了 对 我请问你阳明有哪一天没讲 有啦 我没讲 哪个礼拜没讲好不好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讲 是 每一天我不敢讲 因为有时候没动 每个礼拜我一定敢讲 好不好 对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拿经济日报的例子 来给他看 拜托一下 请我们那个四瑶 请我们特助一下 这也是台大毕业的 很优秀 你到时候 因为我在跟他讲话 把那个我 那时候经济日报 那时候阳明二十几块不到的时候 我去选这单股票 然后造成我188% 那个报纸 报纸拿过来给我 选股那个报纸 请他找一下 好不好 人找到就找到 又临时cue他而已 来 你知道吗 阳明是在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嗯 你可能不敢相信 在二十几块的时候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这边 很低 很低 你看这边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 这边的时候不到二十块 这边是五十块 已经涨快一倍了喔 更低喔 最低二十九块喔 我要更正我说法 看一下 你都看不出来什么时候 对不对 我就用周线好了 我比较好 好不好 你看周线十几块 有没有到 有 嗯 更低啊 我是十块左右的时候 你看涨到两百多块 哇 哎 是到二十倍的时候 十块你周线这样展示很夸张 十块左右 我记得十几块 绝对没到二十块 十几块的时候 我公开推荐 我公开怎么样 看好他 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买进 嗯 这两百多块 我是一路做多 所以为什么 网络上都知道我什么 我是摩尔造紫隆 为什么造紫隆 我七进七出造紫隆 怎么样 七进七出要救谁 就刘备他儿子啊 是不是 不是 我是七进七出要旧 旧航运股 是 我是到第八次的时候滑铁炉 嗯 然后业界都传我买在最高点 笑死了 我后来我很多次 赔个二三十百分之也不行啊 赔个三十百分之也不行啊 那你们想过 有时候我从这边赚了十倍啊 你听懂吗 就算不是从我报到尾 我赚了好多次了 赚了好几倍了 那都是业界的分析在攻击我 可是业界越攻击我的分析 你记得一件事情 他们越不敢参加公开选股比赛 这第一个 嗯 然后更不敢 你不要说像我这样炸几千万买台湾50 连炸十万 我讲台湾50 我讲是炸 因为我们不能买股票 会有利益冲突 会变成是不是我要出货给你们 分析师都不行 你连十万不要说几千万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像我这样子 这样的金额嘛 会有拿出来 连十万的台湾50都不敢跟我对赌 越攻击我的人 都是有这个特色 我后来发现 不信在他底下留言 可能连留言都不能留 好不好 我们都不下去理议那些人 我只要轻描淡写 你就知道我跟别人的勇气不同 好不好 来 十几块到200块 我郭子宏就是敢持球对决 我郭子宏就是怎么样 讲信用敢持球对决 才越来越多人愿意相信我帮助我 就这么简单 来 十几块到二十几块 大家都知道我 所以你找寒韵谷 拜托你一定要找我 你不能突然找一个 突然有寒韵谷的老师 然后跟你讲这些东西 你是什么 你要找真正了解寒韵谷的专家 有起有落 人生就像人生一样 我有起有落 所以多头多头看不过 寒韵谷20块到200块 我眼看他楼起 我眼看他楼塌 所以韩谷你要找我 为什么要找我 你看一下 这边要喷出去的 阳明市不错 这边不喷出去不错啊 对 看起来现行不错 打底就是要喷出去嘛 这个基础现行知道 第一波攻击 来来 第一波攻击 第二波攻击 第三波主神段 会不会长得夸张 八几块 这不是不会 我当初是不是跟你讲 除全息完以后 不会有人接受0.5倍的股价禁止比 我们讲过很多次 有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 全台湾分析是我提出 所以我告诉你 基本上 基本上怎么样 这个不会 除完全息以后 基本上他就最低点 因为已经到0.5倍的股价禁止比 扣完这些股利 我是不是讲过 我都讲过 这我讲过 所以基本上他就最低点了 因为以前就算亏钱的时候 记起来 以前亏钱的时候 都只有0.5倍股价禁止比 但是 我没记错他大概40块也要免 所以我说你除完全息以后 你不就0.5倍禁止比了 所以 你这边 如果你把除全算进去 你这边就最低点了 我讲过很多次了 那0.5倍股价禁止比 是什么时候 是以前亏钱的时候 还是有0.5倍股价禁止比 所以照理说 就算亏钱60块也不会再破了 我都讲过这些逻辑 一定有 拜托大家底下帮我留言一下好不好 有 今天就是帮我加个7好不好 加7 加7好吗 好 加6 因为可能明天就5万6了 加6 加6 就加6 好不好 因为这边也是60块嘛 见低一点嘛 杨敏我都说过股价禁止比的东西 帮我加油留言一下 加6 好不好 来加6 那那个 这是杨敏 这知道虽然讲话很臭屁 可是人在座天在看 我是不是最努力的 你们知道 我你们知道 来 我除了杨敏外 有没有说过 长龙、阳明、外海谁最好 长龙 长龙等一名 你可以自己看长龙的漂亮 长龙第一名 阳明第二、外海第三 因为外海最诞生 对股东越差的 就像为什么国具 我觉得他本应现在比华欣科还委屈 可是国具整不起来 因为对股东差 没多 你们如果有时候想要对股东算计的话 不好意思 股东也会对你算计 这世界真的是这样子 我都是觉得说我对人家真诚 总有人会对我真诚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想对我真诚 可是我都是抱着善心 希望大家 能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人 能知道 我会有没有够努力 用我生命去护着你的股票 所以长龙你看一下 护着你股票以后怎么样 就有一些好的事情它就发生了 恭喜2603长龙 股价收在今日最高点 收盘价创下半年代新高 半年代新高 我今天是不想要播重播 为什么 因为播重播你会觉得太恐怖 我是不是那天三点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讲 运价要上去了 是 他是正 因为他不做亏钱生意 所以运价只能上去 但是股价 有底部往上回转的时候 他是很恐怖的 一家公司你去看 从亏钱 你去看伟串人就知道 伟串人之前欲缺不补 还有很多人去裁员 从亏钱或者是从 最烂的 到不烂的时候 他股价 NB比店别人在买库存 都几亿几十亿的 为什么可以一个牛皮股 涨了50% 没错吧 从一个差不多30块 涨到快45块 你问到 伟串欸 牛皮到不行欸 为什么友达 他只是怎么样 从一个亏钱 从亏钱到 比较不那么亏的时候 他股价可以从15块 涨到19块 为什么 所以今天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股价好玩的地方 股价已经反映了 最坏的时候 他跌无可跌的时候 他现在就会反映 三到六个月后 他的涨价题材 他的赚钱的题材 所以你现在要买就买 这个时候 今天他已经跌无可跌了 报价也给你了 没有人下网站每天给你看报价 会不会 你自己看 什么时候涨过18% 今天涨还涨太少了 我是每天的追踪 我假日的时候 我是边睡觉边写文章 你知道为什么凌晨1点 都要帮文章吗 我每天喔 因为我说老实话 多少还是我职业倦待 我9点写 10点写都睡着 因为我就觉得很累 就是不知道 就好烦喔 已经写了快十年十几年了 可是我还是逼自己 我要强迫逼自己 就像你知道运动有时候 你在年纪轻的时候 你是很喜欢运动 年纪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懒 可是我还是会逼自己运动 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象中 你想象中这么老 就跟大家讲 我还算年轻啊 只是说到一个年纪变大的时候 你又不喜欢运动 可是你又逼自己运动 我也是想逼自己怎么样 写文章 凌晨1点多写文章 所以你就看到 因为平常日就会 凌晨1 2点就写文章 假日写真的很累 因为那时候要休息 那时候为了你们要健身 因为很多人说只要保重身体 为了你们要跑步 一定要逼自己 你看那时候我写 可是我写的时候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都会写到韩运股 报价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你去想看 你要知道什么意思 韩运股要涨 来来看一看一看一看 我这边 刚好找到 来啰 你看看 嗯 诶 诶 这边 不是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188% 那个是 没关系 是经济日报价说我是 180 中压什么 2021年第二季 单季中压什么 中压 全季报仇 全季报仇率超过 188% 看你知道 我是中压什么 一季 而且那个时候股票还不能 指牙一膽毛 穿本报 雷台扇 歷史新高 一季这是很夸张的报仇 哇塞 你不要看人家 哇股票我攒 攒一倍 攒一倍就很难 是所有股票 你所有选的股票 你都攒一倍多 基本上我弄回10年内 都不能突破我的纪录了 好不好 是 那真的 因为那个除了实力还有运气 天时地利 人和 还要努力 缺一不可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缺一不可 这是万海 来 顺便来看一下 一些股票 好 所以我们公开简讯来看一下 我们再念一下 跟我们念一下 恭喜2603长荣 股价收在今日最高点 收盘价创下半年多新高 手上持股获利虚报 手上持股获利虚报 来来 来 来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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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特别为人的股票 我讲清楚 你会不会对股票特别为人 不会不会 你看我节目讲就知道 好不好 我先跟你讲 我实在实在讲 因为我会议很多 我怕当初会议说 你会像别人老师一啊 老头不一样 我的股票 你讲的都是我会也没有股票 我不喜欢做这种事 好不好 我都讲得很清楚 好不好 来 关节 关节3624关节 创新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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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这也是MLCC 的相关的嘛 对不对 不过它是什么 它是薄膜 它是薄膜跟厚膜的电阻 好不好 厚膜电阻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是关节 可是相对而言 当然 背动元件有时候就可能滋涨店主 啦 可是华欣科也有店主这一块 是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只是营收占比比较不一样 可是至少如果你说关节 变得一直创新高 华欣科没有理由 一直没有理由 下来 所以你要找这个时间点 你去买华欣科 要买要买 记得一件事好不好 拉回就是买点 蛤 拉回就是买点 国序也是一样好不好 找一个拉回就是买点 是 这是被动元件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被动元件 记性清楚这些东西好不好 记性清楚这些东西好不好 记性清楚这些东西 你要懂他的逻辑看法 那现在基本上 旺海、衙鸣、残隆 我那时候说过了 你宁愿去追高 基本上这边创新高 你应该追 你有没有追到 啊指责会下去 我已经说下去最差就这边了 因为你要把他 骨验禁止比算起出来 而且 残隆有一件事最恐怖 这是我福利社第一时间解读 是 第一季每个人都说会亏钱 他说应该不会亏钱 所以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这很恐怖 来来来多讲一些基本面 第一季 你看看 第一季在一月的时候看 一跌 基本上大家都赌一千块 就会亏钱了 九百块就亏钱 你知道 赌一千块就亏钱 你到九百多块运价啊 结果他告诉你 一月 这一月 二月、三月 九百块 从一千块大家都亏钱了 常常还可以一千块 不会亏 九百块就不会亏 到九百零八块 到八百块还不会亏 哇好厉害啊 你看看 这是九百零八 现在 这边都不会亏钱了 这边一定什么啊 四月一定赚钱吧 是 四五六月一定赚钱啊 那这家公司有赚钱 那不止吧 我之前是用 他是一家亏钱的公司 用股价金字笔 如果他像用赚钱的公司 你也有一些本益比要赚进去了 懂我逻辑吗 有时候再跟你讲这些东西 好不好 我慢慢跟你讲 那这跟你讲一下几分的 所以你有 你有货归三零的一定要找我 因为不只我说我是七进七出 甚至有同业 忌妒我们的 航运股 那时候我要抢钱航运大队 哇人数之多 你懂我意思吗 忌妒我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买来最高点 我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 我说过我赚很多次 只是亏那一次 我后来我还赚好多次 我后来基本上我每一次都赚钱 就是亏那一次 好不好 就从200多块下来那一次 超赔了三几% 二三十% 我都老实讲 可是后来我都反败为生 因为后来都赚了二三十%以上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你要赚钱分析师好不好 你后来货货三零你要找我 一定要找我 因为我是真的了解 后来货货三零的专家 你看网路上很多贴图 这这含运图 这这含运图 都一定有 有一些我的梗图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赶快来找我 好 那森达科来看一下 森达科 391森达科也是一样 这边今天什么 你说是SpaceX的嘛 对不对 SpaceX 这工商头版嘛 头版今天这样走 是有点弱势 可是基础现行没有破坏 今天这台股只要创万六后 很多电子会上去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好不好 来 那同事长 那个 你说 今天外资卖超9亿 但是想要问的是 联发科 他因为一连串的坏消息嘛 被美国的外资降频说 下调到卖出 目标价还砍到620元 今天盘中就大跌了 超过7% 这是不是又太委屈了 这个股价 联发科其实跟产能不是很像吗 其实他已经到一个 10倍分一笔的一个空间了 你说今年EPS都会被下滑 你们讲都是过去式啊 嗯 常常阳明万海要展什么 这展的是未来式 哦 可是 外资就这么好玩 有些有影响力外资 他会先看再说 这就好像什么 8064南电 欸是南电多少 8046 8046 南电这边不是有个缺口吗 对 大膜缺口 大膜缺口吗 是 是这边 不是这边是往下 哪边啊这边这边这边 对 这边 大膜缺口看坏嘛 对 说不行了 你看今天就算再怎么跌 有没有这个缺口有跌破吗 没有 哼 重点是这个缺口下去后 至少马来跌 所以外资的话 听一听就好 你记得一件事 如果整体经济往上的话 嗯 这些外资看坏的假设 都会不对 整体经济往上 有 通膨 其实股票会涨这两个 一个基本面 一个资金行情 记起来记起来这两次 拜托你真的懂我来说什么的时候 完全理会的时候 完全完全 完全 完全就是全部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本股票是这样子 资金面 通膨下滑了 就不会再升息了 不会抑制资金 资金 就会流入股市了 嗯 然后基本面 行情没那么差 最坏就要下半年的时候 它就喷出去 照理你说你说 如果南电这边 景气没有都回来 那台积电应该首当其冲啊 嗯 虽然 联发科也是台积电的一个大股东之一啊 台积电怎么没受影响呢 对不对 那台积电今天怎么样 攒上去 直接拉尾盘 那只是一个某一个外资 我觉得平常性好不好 好 你在这边的时候拜托你 我没看过这么便宜的联发科 好不好 那你就用力买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你用力买 我真的希望你 买联发科 记得起来我的名言 买联发科我不会害你 买联发科我不会害你 顶多你说你被痛 一阵子 嗯 你懂不懂 我是最惨的 我讲实在话 你几年后发现 听啊怎么这种分析师 讲话是平良心的 听啊怎么这么认真的分析师 每天都在录影 不论 不论花风下雨 不论我到底有没有血尿 我要血尿过来录影 我每天没有在请教 我不会因为行情好或坏 我觉得是要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会员对不起粉丝 每天 一个礼拜至少要录一二十档 节目 这都不夸张啊 因为福利社就无胆了 我的节目就无胆了 还有爆爆爆 这要花很多时间你知道吗 我还要写 他经济公共商每个礼拜都希望我邀稿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好不好 这该钱都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预算 今天这个股票 这边有点弱 可是还是有机会 好不好 最后我的重点 今天我的重点 我觉得真的比较基本面题材还是 艾普 还有什么 M31 还有M31 好不好 我觉得这些股票M31也不错 还有什么 3035 我觉得这IP七字材 整理过二他会喷出去 你不要到时候喷出去 说哲哲 你好恐怖 你都讲在前面 我不希望401嘛 我怕好不好 今天很高兴酸结棍 有没有 萊结 还有什么 关节 萊结 你看创一个新高 我真的很开心 所以说3675 你自己看德韦 也要再一个拉起来 所以德韦就是很多股票 有没有 盘整过你看他涨很多 可是盘整过后 他再一根 然后直接再可能再一根 再两根就好了 比如说一根两根 只要两根他就直接往上攻 然后整个扭转之前看空的格局 或者说看起来要弱势的格局 所以不论对我做我一切切 我预告到前面 我不希望施透化马后炮 还剩几分钟 好 好 那差不多了 6143的正药也是在喷出去 好不好 我最后看一下 我还是要跟大家来服务一下 好不好 我来服务一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 今天有找 谢谢 一慧妹妹 你变妹妹了你知道吗 来 上万六也没几点了 这是刚才的 这是一开始的吗 我不是有说的吗 万六又要改了 这可能一开始 这一开始我们要玩下来 来来来看一下 这边来来 发哥我看过更便宜的 我也看过台积电三几块 你觉得台积电会来三几块吗 去想这件事好不好 家具全卖二手店 你要all in 断炸的关系 这个开玩笑 哪会有人做这个事 all in 没关系 不要借钱好不好 记得一下 爱普加500 好不好留言的 要喷出了还看不出来吗 这我的 十年余余余逆买 这都是我的梗 那讲好不好 我 转货贵的人赚 套我几年好惨 货贵哪有可能套我几年 挺多套一年多 好不好 是靠你的 我没钱的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有钱 每个会有人说我没有钱 斩庭板就说 头长 我这边还有100万 我还有100万 500万还有1000万 好不好 私房钱 连妈哥跌站收红 没有收红 是收红是不是 收红可以 收盘价比开盘价高 资金转据含运电子股就G 掉了 不一定 那时候不是良好的一个敲敲板 电子股可以 资金可以转据含运股 可是比重不能太高 好不好 记得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来来 看看联发科有一个 照一下妹子嘛 你变面子了 好不好 5.6.7 掉掉 不会啦 4月如果要创新高 基本上你记起来 5月只要攒 会攒一整年 以后再跟你讲秘密 5月只要攒就会攒一整年 这个我有做过的研究 好不好 去跟大家讲 其实到时候多空我都 两人于胸 你去想你为什么我账50 占几千万 我还是要赚1000万才走 除了信用以外 是因为我看太好的行情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攒 想清楚了 你有货柜山雄 拜托要找我 货柜山雄 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你说 我们要抓低点 是啊 只有神仙才能抓低点 或者神仙才能抓低点 可是我不是每次抓最低点 可是我过一下 已经告诉你这个运价 已经反转了 已经跌无可跌 已经连三口 你要买 你不要觉得连三口这边还很好 我涨很多 我拜托你 你先看一下 我再你去想一件事情 2609 陽明 这边掉了几块 我200多块跌下来 这是121 120再200多块跌下来 我涨到90块也还好 涨到90几块也还好 那时候涨50% 所以你要不要赚这50% 你不要傻傻买 所以想清楚想明白 欢迎接下来 080668085 0800来帮你帮我 去想看我们的恭贺减 去想看我的一个操作绩效 讲清楚 欢迎接加入我们行列 谢谢各位 欢迎帮我们的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标股资讯吗 也欢迎您现在就拿起电话 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 小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J通通假冒 最后是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